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如果俄罗斯倒下了,欧美就会全力围堵朝鲜 到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过上韩国人一样水深火热的生活 双鱼谷率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懒得再花时间评论了 看看朝鲜媒体的报道时的口吻就知道了 朝鲜媒体称,史无前例,俄罗斯人只有我们这一个朋友了 截止7月29日,乌军已经扩展了奥里西夫、托克马克突出部纵深超过10公里纵深 控制了T0408、H08、H0815等公路的大段路线 为后续乌军机动火力、兵力打击、俄军防线及纵深 创造更好的战场条件 乌军在没有强大空中支援的情况下 向敌人紧固的防线推进并获得成功 这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这个战果展示乌军的勇敢和智慧 同时将少数指责乌军进展缓慢的西方政客的脸打得啪啪响 让园乌各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只要他们给予充分的援助 乌军就一定能赢得这场战争 在俄军旨在冻结战争 剑区全面转向战略防御 这为乌军主动出击提供了战机 如同此前乌军在巴赫木特转移俄军注意力 而发起罗伯坦尼突击战那样 乌军现在继续扩大和巩固奥利西夫 托克马克突出部阵地 继续强调突出部战略高点优势 势必牵制俄军将战略重心掉向了扎波罗热西段 乌军解放了关键据点 斯塔罗马约克村 占领这个村的意义 该村是乌军下继攻势的最南端 拿下这个村之后 再向南十公里就可以转头 向东进攻八十公里外的马里乌尔 从目前情况来看 乌军貌似将目标对准了别尔江斯科 但战场上兵不厌诈 很难说其真正的目标是哪里 但可以肯定的是 正如乌方宣称的那样 他们的目标一定是到达亚素海 以切断俄军联系乌冬及克岛的陆地走廊 斯塔罗马约尔斯克村 在斯洛维京防线的保护之下 乌方的进攻部队是北约训练的新部队 占领该村即证明了接受北约训练的乌军战斗力 又说明所谓的斯洛维京防线并没有那么神奇 同时又证明了乌军的新战术是行之有效的 实战中 乌军装甲车以无人驾驶模式开道冲锋 乌军北约化整边的空突部队目前尚未投入战场 这是乌军破局俄军雷区的主要力量 乌军炮火以战优势 南线俄军现在非常困难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向来占有炮火优势的俄军 一直严重依赖大规模火炮来进行进攻 防御行动 大反攻以来 乌军平均每天摧毁俄军25门大炮这些关键资产 对战场各个方面已产生巨大影响 乌军平均每天拆除俄军约25门火炮 这已经开始产生一些效果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向来占有炮火优势的俄军 终于在札博瑞西部战舰 遭到乌军以急速炸弹形成的优势炮火打击 乌军各型榴弹炮使用的美元 M483A1和M864集入炸弹 一枚集入火炸弹的效能约等7到15枚的高爆破片弹 用于榴弹炮射程约29公里 在乌军预设阵地可以直接打击全部俄军第一线防循目标 以及打击俄军第二线防线的大约80%面积 乌军最近一直都有出色表现 仔细研读研判一些权威的信息就会发现 南线最近在炮火方面压制的俄军 急速炸弹直接炸到第二防线 南线俄军现在非常的困难 目前整个扎布鲁的前线正在下大雨 限制了进行敌对行动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称 乌克兰已经确定了进攻的主要方向 并已开始向内力转移储备力量 主要打击将集中在扎布罗热地区南部 他们将尝试向托克马克市挺进 成功之后向梅里托布尔推进 因此乌克兰武装部队希望打破大陆 与克里米亚之间的陆地走廊 或者至少前进一段距离 使乌克兰炮兵能够进入该半岛 据该报的一位消息来源称 武力侦察很可能会持续数天 如果成功 进攻本身也会持续数天 这种策略虽然缓慢 但最终会带来结果 当前一线俄军事指挥官的 悲观绝望程度 是悲观的西方专家无法理解的 俄军精锐第58级端军司令 伯伯夫将军被高调截职 并发配了叙利亚 他领导第58军 在扎布罗热进行了激烈战斗 另一个被视为直言犯上的是 俄罗斯空将军司令 特布林斯基 驻守巴赫木特的第106空将师 塞里弗斯托夫少将 因向上次反应该师损失惨重和缺乏武器 反击乌克兰炮兵而被戒指 因同样原因被戒指的 还有第7空将师指挥官 科涅夫将军第31空将旅指挥官 卡拉塞夫上校 莫斯科虽能解除直言犯上的指挥官 却无法消除前线俄军士兵对于伤亡过重 后庭匮乏 无法轮换而产生的怨气 尤其另让俄军官兵心寒的是 为他们请命的指挥官一个又一个被粗暴撤职 大敌当前时 越来越多的前线俄军官兵拒绝出战 俄军的厌战巨战情绪就像瘟疫 已经从一个连蔓延到一个团 俄空将军第1070第70团 对指挥官的抱怨达到了极点 因为他的无能指挥导致该团死伤惨重 士兵要求立刻解除其职务 否则就拒绝继续参加在顿捷茨克 斯塔罗马约尔斯克周边的战斗 虽然此前在巴默特作战的俄风暴连 发视频抱怨缺粮少弹 还不发响 不改善就不继续战斗 但整团士兵拒绝参加战斗 在战场上还是第一次 最重要的一点 督战队似乎已经失灵了 乌军在进攻的时候 总是先后排打击督战队 然后俄军配合乌军袭击督战队 当督战队逃跑或者被诈毙后 俄军就迅速撤退 今天有三架无人机轰炸莫斯科 两损一命中目标 看建筑应该是炸到莫斯科核心区域了 克里姆林宫都能摸到了 炸到商业楼一点不奇怪 这种程度的攻击更多是表明态度 伤害性不大 污补性极强 大型防空系统很难防住了无人机 俄罗斯落后的电子设备 如果有一天碰上北约飞机 就是一边倒只有挨打的份儿 一个连机载有缘项目镇雷达都造不了的国家 你指望它雷达好 大反攻开始以来 乌军使用精确反炮兵火力 直接瞄准俄军火炮 并用远程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炸毁了俄军弹药枯 有网友对大雄拒绝引用俄罗斯方面的战损数据表示不满 今天就引用一下俄媒的数据 过去七周 乌军反攻损失2.6万多名的军人 俄媒因此高调宣布 乌军攻击势能已经衰竭 你觉得可信吗 我们再看乌克兰战报 今天是俄乌战争第522天 过去24小时俄军损失480人 过去24小时俄军损失坦克14辆 装甲车11辆防空系统一套 28辆油罐车和后勤重塔 特种装备一套火炮9门 无人机4架 俄军坦克装甲车油罐车和重塔被摧毁严重 证明地面焦火十分激烈 乌军使用极数炸弹之后 俄军死亡人数大幅增加 但因为乌军统计的困难和评估的保守 报告中并没有显示有所增加 乌军发起今年最大规模的攻势 成功撕开了苏洛维金防线 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重头戏就在这几周 俄军溃败不存在疑问了 祈祷战争早日结束 祈祷人类远离弱入强食的丛林法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